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非要今天离婚 就是为了阻止我跟石太的合作吧 你想多了 我只想尽快离 离个婚怎么这么难 都签字了 还领不了离婚证 字都签了 无非就是等个三十天 三十天之后 你要是反悔我 还是离不了婚 我怕到时候 不肯离的人是你呀 呸 呸 你们为了那个女儿 和我离婚吗 打开 啥人 离远点 哎 道歉 到你个头 道歉 道歉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她不是故意的 你们放过她吧 你快道歉吧 对不起这位小姐 我道歉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们今天刚离婚 她心情不好 你们原谅她吧 没事没事 你们是今天 刚领结婚证吧 你们看起来真般配 没有我们俩今天刚刚 对啊 祝你们白头到老 一纸恩爱 谢谢你 哎 不是 你为什么不跟她解释清楚啊 给她未来的感情 多一些希望吧 沐哥哥呢 去民政局了 民政局 民政局好哎 嗯 谢了 爸爸 你知道吗 沐哥哥和温兰离婚了 什么 温兰可是蓝博士啊 现在这个时候 他们怎么能离婚呢 爸 我还是不是你女儿啊 你知道我喜欢沐哥哥的 怎么满脑子都是公司 哈哈哈哈 我的乖女儿啊 爸爸总是要以大局为重嘛 哼 我不管 反正她们已经离婚了 我们就不要和金花有任何瓜葛了 好好好 爸爸都听你的 爸爸真好 哎 爱你 祝你们白头到老 一直恩爱 老板 干嘛 离了婚还这么开心啊 法律上 我们还没有结束这段婚姻关系 还在离婚冷静期 难怪呢 我说你一脸清醒 哎 夫人知道你给她分了这么多财产 是不是特别开心啊 她压根就没看 直接就签字了 笑什么 到底要找我干嘛 哦 林董要暂停跟金华的合作 什么 官院长 您说得对 我之前 确实失去了 做科研的初心 但是您相信我 以后不管金华 是谁做主 我都会继续这项研究 我现在只希望研究 尽快到临床阶段 把我的舅舅救回来 不仅为了妈妈的心血 也是为了更多患者 有被治愈的机会 好 我相信你 文莱 不好了 慕斯集团 突然暂停 对我们研究所项目的资助了 什么 简直荒谬 这个决定是谁提出来的 这个决定肯定是不白提的 就算我们签了离婚协议 但在法律层面上 我们依然是夫妻关系 他这个阴险小人 签了协议就翻脸不认人 文莱的研究成果一旦灭世 前景将不可估量 我相信他一定可以 他肯定是不相信我的实验能重工 他这是对我能力的质疑 如果你们董事会要干涉我的计划 那这个总裁我不当也罢 慕哥哥 你要去哪儿 我跟你一起去 进去 慕总 坐坐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说吧 慕院长你好 我是代表慕斯来向金花道歉的 之前关于撤资的事情 是我的判断失误 希望不要影响到我们后续 和蓝博士的合作 不必了 我们已经选择和石泰集团合作了 你说什么 慕总 怎么你是年纪大了 连耳朵也不好使了吗 郭兰姐 你就不能对慕哥哥温柔一点吗 我们是真心来道歉 并且谈合作的 像慕斯集团这种 随时以撤资向要写的公司 我实在没看出什么真心 对于合作 我想我们金华 也有权利选择更有诚意的合作方 我和慕哥哥已经等门道歉了 怎么会没有诚意呢 您不要因为您和石泰集团 二少爷的关系匪浅 你就 好 你到底想怎样 是我没有关好公司 我向你道歉 但你真的要选择试探 文兰姐 无论如何 我希望你都能抛开你和石泰集团的个人关系 好好考虑一下我们的合作 第一 如果喜欢表演 就去当演员 这是实验室 不是你作秀的舞台 第二 我和石楚之间的关系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倒是你和我前夫之间 容易让人误会啊 最后 我们金华选择和谁合作 只看诚意 不看关系 今天的结果你们也知道了 如果没有赶在石泰和金华之前 做出更合适的方案 那我们这几年的付出跟努力 就全都白费了 我们可以把给金华的合作提成上调一些 他们不差钱 那我们可以给他们引进一些先进的设备 他们现在已经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仪器了 来了 你们还好意思管自己叫智囊团 老板 我他有个主意 你说 要想和金华合作 只要搞定一个人就行 搞定谁 我原来你 真的 我现在觉得你是一个好人 只要搞定一个人就行 搞定谁 就是夫 也就是蓝不是 对对对对 对你个头 他现在对我特别讨厌 老板 这你就不懂了吧 女人啊 都是口是心非的 表面上他越讨厌你 心里就越喜欢你 是啊 是啊 像我们老板这么完美的年轻才俊 怎么可能有女人不喜欢是不是 嗯 这说的也是啊 只要稍微主动那么一点点 那那个蓝博士 手套 擒 擒 具体一点 物质上 先给一枚鸽子蛋钻戒 鸽子蛋钻戒 鸽子蛋钻戒 再送一堆总裁专属黑金卡 精神上 你装傻充愣 装傻充愣 蓝博士如果对你横眉冷对 你就哭 你就泪眼婆娑地哭 泪眼婆娑地哭 他对你拳打脚踢 那你就直接跪地求饶 但是 如果他让你滚 你可千万不能滚 好 你就转移话题 这些全都不行 我们还有终极必杀机 什么必杀机 中下跪 我们精华对于遗传病研究项目 现在已经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 对于和石泰集团的合作 我们会尽快达成协议的 精华和穆斯集团不再合作 是不是你们离婚的传闻属实了呢 这种私人问题建议你去问穆总 我拒绝回答 既然蓝博士不肯回答 那么我来替他回答 我说明一下 我们并没有结束和金华的合作 相反 未来我会加大对金华的投资力度 另外 我和我爱人 之前闹了些小矛盾 我是来赔礼道歉的 到底来干嘛 蓝博士如果对你横眉冷对 你就哭 物质上 先给一枚鸽子蛋分尽 这么大 快快快快快快快 你发什么疯了 之前的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是特意来道歉的 诚意不够 我这还有 你现在立刻 手 给我滚 文蓝你走慢点 你拽得我手好疼啊 你别再装了 你再喊我只会觉得 你被林彦附体了 真的 手好疼 木白 我现在 不讨厌你了 以前的事呢 我们也一笔勾销 我原谅你了 真的 真的 你不生气了 不生气了 我现在觉得 你是一个 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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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我们和穆斯集团的合作 也会重新讨历的 但我只有一个条件 你讲 就是像刚刚发生的事情 要不要再做了 好吗 好 老板 撒碎天地有不用 撒碎一撒 现在不用了 不用 不用 不用你给工钱的 你这做啥子 哎哎哎哎 不